阴间神探 精彩继续 我打电话 把情况告诉黄小桃 让他询问一下案发地点 我在市区门口等了一会儿 二十分钟后 黄小桃开车来 招呼一声 上来 上车后 我问 你盯着的三个喷子 现在怎么样了 黄小桃连连摇头 一些正常 真是没想到啊 第三个受害者 竟然是另外一个up主 我由衷赞叹了一句 他既然脱槽这本书 说明也是读者 同时也是喷子 完全符合条件 意料之外 情理之中 不愧是小说家呀 黄小桃给他 顾的私家侦探 打了个电话 问他 昨晚慕容小蕾去了哪里了 侦探回复说 他和老婆 进了一家五星级酒店 我就没有跟了 也没必要 所以就回来了 我在旁边问 当时是几点 黄小桃重复了一遍问题 侦探说 大概九点半点子 发生命案的地点是郊区 目前正在负责的警官 是桃园分区的张队长 我们赶到的时候 看见一片麦田周围 停满了车 除了警车以外 都是记者的车 记者们举起话筒 扛着摄像机 询问案件进展 也有人要求 进去拍摄死者 张队站在警戒线外面阻拦 现在焦头烂额 见我们走来 张队正要打招呼 黄小桃做了一个 不要声张的手势 这种场面 如果暴露身份 肯定是体无完肤的下场 然而我们的到来 还是心以一帮记者的注意了 纷纷围过来提问 我打着哈哈说 不好意思啊 我们只是来 勘查现场的技术人员 对案件不了解 借逛借逛 让我们过去一下 走了警戒线 才终于清静下来 黄小桃问 是谁走漏消息的 张队摸着额头上的冷汗说 是视频网站在微博上发文说 哗啦一下跑了一大帮记者 搞得我们尸体都没法试解呢 哎呀 大晚上的 还让不让人休息了呀 我问他 法医来了吗 张队摇了摇头 没有呢 行了 交给我们吧 我们走到尸体前面 死者呈大字形躺在地上 脑袋上被砸凹陷曲一块 形成放射性的伤口 感觉像顿气砸伤的 周围见了不少血 因为是泥土地面 血迹被吸收了不少 另外我发现 脑袋下方的血迹 似乎有点多 我翻看死者的眼睛 捏了捏他的肌肉 身体尚未形成湿斑 我向旁边的警察 要了一个温度计 我把温度计插进死者之肠 测了一下肛温 肛温现在仍有二十多度 我说 死亡时间应该在二十六小时左右 死者年龄在三十岁左右 我在他身上搜出一包烟 一个钱包 一部手机 手机上有不少未接电话 最近一次通话时间 是昨晚六点 我看了一下最后的通话记录 把手机交给黄小桃 说最后这个号码查一下 温温当时说了什么内容 由于这里记者太多 我们又把死者衣服拔开 日解开了上衣 用手隔着内衣检查了一下 和之前两桩命案一样 死者身上被多处殴打致伤 然后我用听古墓 对死者胸膛倾听 死者的肋骨有轻微的骨裂 肝脏和肾脏有轻微衰竭痕迹 胃力比较空 在观察他的脸色有点金黄 感觉像是饿过了一阵子 我拿起死者的手看了看 手腕有捆绑的痕迹 凶手似乎垫了毛巾等柔软物体 但是因为长期捆绑产生了愚肿 感觉死者死前曾被囚禁过一阵子 从肝脏刺相耗的程度感 假如他在囚禁期间一顿饭也没吃 囚禁时间应该是三天左右 我问张队 这人生活状况怎么样啊 独居吗 张队回答 是的 是独居 加上是一名做视频的 平时和外界联系都是通过社交软件 也就每周四晚上网站人员会联系他一下 因为他是每周五要上传视频 我暗暗沉夜 独居封闭 完全的受害对象 我发动动油枝筒环骨周围 地上有一些脾气和毛发残留 混在草丛里不是很容易发现 不管怎么看 这里都是第一案发现场 我突然发现草丛里有一样东西 是一个小纸包 我拿起来打开 里面有五个菊盒 黄小桃眼神一变 这难道也是 我点点头 对 五个菊盒 也是福尔摩斯探机中的一篇 毫无疑问 是同一个凶手 说到这里 我心情一阵低落 最让人沮丧的 莫过于弄错了嫌疑人 这等于是所有努力前功尽弃 因为从这里去慕容小里住的酒店 有一小时车程 直到今晚九点半 还有侦探在盯着他 他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据 而且是我们为他制造的 排除掉一切不可能 剩下的就是唯一的可能 千言圣刀不是凶手 凶手另有其人 注意到我暗淡的眼神 黄小桃立即明白我在想什么 他把手放在我手背上 轻轻拍了一下 先不要想接下来 继续验尸吧 我点头 对张队说 那些记者不要拍照了 我要把死者衣服偷下来 张队带上所有警员 去拦住记者 我解开死者衣服 垫在地上 用动油之头 审视他的全身 他身上确实有留下手印 从其分布看 死者曾在被捆绑状态 被搬运过 我统计着伤口 棍伤十六处 踢打伤五处 顿气击打伤七处 还有失力方位和力度 都与此前的死者相防 我让黄小桃 帮忙把尸体翻过来 检查了一遍 突然我注意到 他大腿内侧有一个针眼 但是这个针眼 已经画农感染 感觉像是旧伤 至少是三天前留下的 我用手指量了一下 说 针管好像挺粗啊 应该是被注射过 大计量药物 回头验一下 验完之后 我久久没有站起来 我一直在想 哪里出错了 是我的推理错了 还是说千言圣刀 玩了什么花招呢 我沮丧地说 小桃 这次我可能真的弄错了 黄小桃安慰说 宋阳 要相信你自己 因为我们都相信你 曾经那么多次 大家都认为你错的时候 结果你坚持住建 最后把案子破了 所以有时候固执一点 也未尝不可 固执一点 我惨然一笑 我几乎百分之八十认定 凶手就是千言圣刀 可对方强大的行侦知识 就让我无法攻破 现在 面前这具尸体 又狠狠打了我的脸 他没有作案时间 黄小桃问 那么 会不会是 模仿作案呢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阴间神探 想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可以关注我的喜马拉雅账号 有声的紫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